咱们再看看全眼的镜头 就是这个全眼 这里非常的清澈 就在这些水草方面最容易藏鱼 终于看到它们了 发现了一群小流根鱼 它们都非常的瘦 它们可能在这个全眼里吃不到什么 所以照成这样 下次来的话 应该给它们带点好吃的 但是它们最喜欢吃什么呢 这个全眼挺深的 我们再看看这个全眼底下有什么 就在全眼的底下有洞 那是什么鱼 露出个头 不非是深邃食人鱼吧 忽然之间它窜了出去 我马上转过摄像头寻找着藏 就在这时 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 在全眼的底下怎么冒昏随 一鼓的一鼓的的 这也不是全眼口啊 全眼口的话是冒出随意 这怎么像火上喷发似的呢 还有点像泥石流 老兄们 这到底是什么现象